大家好 我叫武剑 来自内蒙古乌兰查部 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 那么在生活中呢 我是一个比较直接 但还是有点幽默的人 我对朋友呢坦诚相待 不端 不装 我有话直说 但是呢却不怎么得罪人 那么在工作中呢 我又是一个那么不太直接的人 甚至有人觉得我有点懒 为什么呢 因为我办事之前呢 总喜欢先思后作 我认为呢不打无准备之仗 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加通透 此次来到飞里莫属呢 我希望寻求有范 与培训相关的工作 或者各位企业家 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大学你们都干过点啥 参加过我们学院的篮球队 你是队长 我不是队长 但这样说我应该是 相当于梁山上的无用吧 在该出体力的地方 你出智力 是 是这个意思吧 是 懒 不是 该出力的时候呢 也得出力 也得出力 毕竟赛场上嘛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输赢 友谊呢 我认为还是排在第二 你这种人应该比较 比较招大爷们喜欢吧 是 你穿着脚的就是大爷的装扮 你是不是能够跟大爷大妈们特能聊啊 我自己觉得 他们从我身上应该能看到年轻时候的他们自己吧 老回精尊是吗 你哪看得清楚年轻 你看着多老啊你 是这样因为从小比我大两岁的人一块相处嘛 可能出的出的就老了 就 自然而然的长了两岁心里难里起码 那你这个招女生喜欢吗 还行嘛 毕竟我是有女朋友的人 你女朋友比你大 是比我大 大多少 大四岁 大四岁 那应该不是你的学姐啊 是那个就是出去之后工作认识的 怎么认识你追她 当时在教育机构我还待过一段时间嘛 然后我当时讲题 别人讲完题是这样 问孩子们懂了吗 孩子们说 懂了懂了老师 我讲的时候孩子们一直在笑 而我讲完之后 我说懂了吗 懂了老师 然后我说来你上来坐 上来 没成想 两下坐出来了 然后可能他在台下就觉得 哎呦 这男生有点意思 他在听课是吧 对 他在下面也听课 那为什么你能把他讲那么笑呢 是因为我讲课的时候 可能更多 别人举例子 可能就是什么三个橙子 两个苹果 我举的例子可能就是 你昨天这个王者荣耀 花钱充皮肤 更贴近小孩一些 所以他们会更觉得幽默吧 好 这个女生挺同情你的 把你给修了 你今天来面试的是 培训相关 是 你觉得作为一个培训师的话 下面的这个人跟你是什么关系 跟我是 他是观众呢 还是粉丝呢 还是学员呢 还是徒弟呢 到底是哪种呢 我觉得 四者兼有 培训是什么 培训就是通过我的话语 以及一些话术 去让下面听的人 去明白一些东西 或者学习到一些知识 我作为听众 我要听你的话语吗 我要听你的话术吗 比如说我要讲销售的话 可能就是销售技巧 销售技巧是什么 销售技巧就是 销售技巧 就是 首先我定习你22岁 既没有人生经验 也没有生活观点 更没有专业素养 你是不够的 你只是喜欢舞台 培训队的下面是要 是要有道义的 道义是什么你知道吗 道义就是 道理和这个 受业解惑的 你给别人解什么货 瘦什么业 这点一定要想好 一个好的求职选手 不要一上来就把功拉满了 你可以有才华 但不要如此 笑话 是这样的 因为我如果作为一个应接生的话 可能去到哪个行业 都是陌生的 那么公司需要我去 学习哪方面的知识 再讲给下面的人听 你觉得你可以做好 一个很好的转换 是 你说的是内训吧 是不是内训 对 是这意思 内训你不要见坡就爬 这差得更远了 内训里面分成好几种 销售的培训 你以前起码得是个销官 你才能做对吧 老师的内训 那你原来得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 你才能转这个岗 所以你每个级别的内训 都一定要你本身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强 或者说其实有一种岗位还蛮适合你 如果你想从事培训师的话 对 讲师助理 对 他可以做讲师助理 做讲师助理 愿不愿意 也愿意 因为刚毕业 你要求新资多少 要求北京的话五千加 还有哪里啊 除了北京 呼和浩特的话四千 四千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许虎虎虎 还有七战胎 天生我有才 是这样 下面呢我打算就是 把自己呢就是置身在一个环境里 就是做校园宣讲师 那么我的目标企业呢就是银朗文化 没想到赵总第一轮就灭了我的灯 而且我的简历里写得很清楚 我的篮球水平 以及我的一些指教能力 我认为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他考察都没有考察就直接灭灯了 我们银朗文化呢 涉及到很多方面 像旗下的业务板块呢 涉及到很多方面 其中包括五大板块 第一个呢是品牌战略 第二个呢是活动策划与执行 中心是多少人呀 我们公司呢是五十人以上 三十人以下 这么小的公司还是中心公司呀 求职需要的是精准匹配和高效匹配 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匹配过程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地在最短的时间内 拿出你的专业技能 拿出你最适合这份工作的长处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是有准备来做这个演讲的吗 实际上我是有准备的 但我没想到老板们会有这些问题 如果你准备过再走成这个样子啊 可以说是要打负分了 你要讲公司有多好 第二要讲行业 我们这个体育行业在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地快 对吧 素质教育又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公司在高速发展 你两个重点都没讲出来 你放弃这行吧 他还才二十二呢 别看着他长相老 你的长相害了你 他才二十二呢 所以他不适合呀 最分不重要 关键是他的内容没有逻辑 这个要了命了 事情应该先轻后重嘛 怪自己不能说因为你年轻 你就表现得这么的经验不够 二十二岁的年纪 你身上有喜感 大不讨厌你有趣 这是你的标签 培训是做不了 培训是助你开始做 刚才从他的专业上来看 这个应用统计学 其实是一个比较前景好的 这样的一个专业 四年的时间 同样学校也不错 那为什么你放弃你的专业 而想选择一个 比如说这种助理类这样的岗位 你是怎么考虑的 我也的确认为 统计学的前景非常好 但是他的前景 近几年还没有到来 我认为 所以我还是想 先选择我比较爱干的一行 去从事他 他就是喜欢说话 就是因为有关系到 我说我们也知道 你愿意还愿意做老师吗 然后慢慢再做一个老师陪着 我愿意 见仁见智吧 大家保留自己对 他刚才这段的看法 好吧 好 第二轮选择去过了 还有四盏灯 六千五岗位 对 我们是那个数学老师 因为我听你刚才说的那个 我还是非常就是感兴趣的 我们现在这个老师岗位 是只能在上海 无论是现场还是现场直营校 但是呼和浩特和乌兰查部 我们都有学校 但是那边呢 第一是要在分校 不是在总部 第二我一会儿还要再问一下工资 下班加油站是一所 线上和线下的互联网大学 我们面对的是职场人 以及即将就业的大学生 我为什么给你五千呢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得需要 从这个 我们的课程老师助理 尤其是课程助理当中 可以去提升你 助理你成长 六千 岗位 对 我提供的岗位是北京这边的这个市场督导的岗位 那他工作的内容有两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呢 跟你前期的这个求职的意向有关系 就是培训类 第二方面的话 就是终端的这种 终端人员的这种工作的一个有效性的一个减和工作 马封文学给你的岗位是课程销售 工作地点是北京跟洛阳可以选 好 考虑一下灭梁展 流梁展 去吧 可以去 李昊阳 张芒 谈前不善感情 请揭晓 好 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好 那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那个张总的工作地点是在北京是吧 北京的七九八艺术区 第二大旅行的景点 青年人特喜欢 李总咱这个定的就是北京吗 我这个只能上海 我刚才那个问出来了 就是说如果是在那个乌兰茶部 它底薪大概是在2000到2500 然后综合薪资加课时费应该是在4500左右 然后如果是在呼和浩特 底薪应该是在278 然后综合薪资是在5000到5500 如果带满客的话 对 问完了 问完了 我有最后一个要求 不可以 只能问一个问题 行 来 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松鼠AI下班加油站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选择是松鼠AI 说实话 我给我自己今天的表现 只能打6分 因为确实还是比较紧张了 目前来说短期的规划 就是首先把底层的工作做好 以后的规划暂时还没有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会越来越好 不认为我来越来越来越做好 不认为你 听不要紧张